纽约国际车展颁奖典礼上 最近公布了2023年世界汽车大奖 结果现代汽车Ioniq 6 不止继Ioniq 5在2022年横扫三项世界汽车大奖之后 再一次拿下三冠王 且三大奖项分别是 2022年年度世界风云车 世界风云电车 以及年度世界风云设计 此外由来自32个国家 100名汽车记者所组成的评审团 还一致公认Ioniq 6的获奖主因 是独特的空气动力学设计 和出色的全电动行驶距离 现代汽车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J-Hong Chang表示 非常高兴连续两年获得殊荣 这是对所有现代员工 未将Ioniq 6等电动车推向市场 所展现出的巨大才能 和付出不懈努力的认可 且加深了现代汽车 成为全球汽车电气化领导者的承诺 Ioniq 6不只是现代汽车 专属全电动系列品牌 Ioniq中的第二款车型 且是充分利用到专门定制的 电动全球模块化平台 E GMP架构 加上可提供800瓦的超快速充电功能 仅需18分钟 即可将电池从10%充满到80% 另外现代汽车还计划 到2030年推出17款全新电池电车车型 其中包含高级品牌Genesis车型 并计划到2023年 将全球电池电车的年销量提高到187万辆 观众查询更多得奖内容 请上北美现代汽车官网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